來問各位一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問 請問你禁止算不算等速度運動 禁止說速度是零嘛 現在是零等一下是零然後還是零 這樣算不算等速度運動 你站起來說算 為什麼算 你站起來說不算 為什麼不算 OK 你告訴我你覺得他算還是不算 等速度運動 來可愛小女生 No.4 4號 算了 他是不是等速度是 為什麼是 不是 為什麼不是 不是 不是 真的 反應都不知道這是 現象 錯 不是 為什麼 不是 沒有方向 零是一個特例 沒有方向 等速度必須要大小相同 方向也要相同 我禁止咧 我現在禁止 向南禁止 等一下禁止 向北禁止 等於 沒有方向性 所以沒有辦法說他的速度是 一樣 他是個特例 他是個特例 所以他不算等速度運動 重點 等速度 必須要大小一樣 方向也要 一樣 零 禁止 沒有方向性 所以不算 另外就是 考試題目 問得 有不同的圖形 這個圖形裡面什麼不一樣 好 請問你假圖跟以圖哪裡不一樣 假圖跟以圖是什麼地方不一樣 好 假圖跟以圖哪裡不一樣 剛剛有人報答案 剛剛有人報答案 來 可愛大帥哥 帥哥 帥哥 你們班有35嗎 沒有 你們班沒有35號 27 27號 來 假圖跟以哪裡不一樣 一個是 一個從圓點出發 一個有圓點出發 一個不是從圓點出發 很好 他的出發點出發位置不一樣 假從圓點出發 以不是從圓點出發 以不是從圓點出發 OK 好 那 假根比哪裡不一樣 假根比哪裡不一樣 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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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叫做 Number 2 2號 2號 哪裡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出發的時間不一樣 出發的時間不一樣 假從計時開始出發 他秉從計時一段時間之後出發 他的出發時間不一樣 出發時間不一樣 OK 假跟釘哪裡不一樣 他有一個很明顯的不一樣 另外有一個一樣的 我要先告訴你 他其實運動的快慢是 一樣 快慢是一樣 可是他有一個很明顯的不一樣 他有一個很明顯的不一樣 他有一個很明顯的不一樣 他哪裡不一樣 現在要換的是大帥哥 是嗎 帥哥男 帥哥男叫做 欸 是蕭老師對不對 三三 什麼方向 什麼方向 對 前進方向 運動方向不一樣 一個 一個是朝正方向走 一個是朝 副方向走 還運動方向不一樣 就是從圖形上 我能夠看出來 比較的一些事情 OK嗎 接下來要進入的一個 重要的想法 叫做 請問你 這樣 誰的速度 大詞的速度小 這不用算 我剛剛講過了 LST圖的一條直線代表什麼 代表一個速度嘛 所以從頭到尾 就只有一條斜直線 就表他做的叫做 等速度 你懂嗎 你們看過嗎 那現在有兩條斜直線 就有兩個速度嘛 那請問你速度誰大誰小 古時候老師教你 圖西普拉卡怎麼辦 直切一刀或者是 橫切一刀 為什麼要直切或橫切 因為凡是要比較 站在一樣的基礎上 我們直切一刀 就表示這是相同的時間 那我們看到了上面這個走的比較遠 下面這個走的比較近 所以就表示上面的速度比較快 下面的速度比較慢 那如果透過數學 交到所謂的斜律 我做不交 只有班可能念過 那我們不要講 其實看抖 你看哦 我同樣時間 我走的越遠 我的線是在越抖 越抖 所以就表示我越快 所以我們會給你畫 HT圖 第一個 他的直線就代表速度 如果只有一條斜直線 就只有一個速度 就代表等速度運動 第二個 我們這個直線如果越斜越抖 就表示我的速度就會越快 我就會知道誰比較快 我不用算 我用看的就知道了 像這一題 請問你假跟乙誰比較快 上面如果有數字 當然你可以用數字去算 假是多快 乙多快 然後算一算 知道誰比較快 不用數字 我用看圖 我就知道誰比較快 怎麼看 剛才講了看吧 剛才講了看吧 請問你 我們的假跟乙跟誰比較快 應該換女生是嗎 是不是要換女生 等一下女生 可愛小女生 12號 12 來 你的答案誰比較快 假 你說 假比較快 我怎麼知道假比較快 因為假比較怎樣 比較抖 比較斜 假比較快 所以 ST圖的直線代表 速度 一條直線就是一個速度 然後直線如果越斜 就代表速度就會 越快 這是重要的觀念 這是重要的觀念 要記好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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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